地帐就绪后,图上底漆,彩绘作业,这才正式开工。 在门板的底漆等前置作业就绪之后,画师会用碳笔将门绳的高低、长宽和大小用线条勾勒出来,这是初稿。 接着打上墨线,把门绳的结构比例描绘出来,这才定稿。 一门两扇,初双入对的门绳,左右两者的大小、身形和手势,甚至盔甲一摆都必须是相对而契合的。 怎么做到的呢? 一般人比较都比较好奇,因为门绳是要画起来,比例都比较高,当然这在我们做的当中有很多技术比较的地方。 所以说一般的问题是,如果我们在打一张钩的当中,它的比例都比较到七部的作用嘛,当然它刷掉,刷顶越好之后,对不对? 它这个比例,它管道、跨道,有点整个问题,感觉浸泡水、泡钉这样,感觉浸泡后,用我们一般的透明的苗凸子,对不对? 通常透明的苗凸子就是,它从上面到下面,比较整厂都把苗好使,用一般的碳皮。 碳皮有特殊的地方就是,碳皮你画了之后,它在反面,在透映的时候,碳皮粉的东西嘛,它会透映另外一边的稿子里面。 完全的一样画葫芦可不成。 头、脸、石器、盔甲和衣摆都得调整为两两左右对称,名副其实的一对。 一对庙宇的门神,通常要耗费近三个月才能完成彩绘。 彩绘,大致可以拆成彩与绘两种分工角色。 前者是上彩图漆的油漆师,后者是拟稿描绘的画师。 简单说来,油漆师则必须整合地帐作业、帐梁文板、粘布上涂、调漆涂色和装饰等所有大小事项。 画师则是专精门神的骨干与神韵。 由于油漆的工作量占整体工程的大半, 因此油漆师往往也是总览工程的负责人。 画师则是最早打底稿、最后修完稿的艺术家。